告信報為人權法 各界叫CY哲信 如果你當選的話 大家需不需要擔心 你會向不同意見的傳媒 都會採取法律行動 你說採取法律行動的時候 是這樣的 我沒有去告人 一年都未告 CY講過的話 又忘記了 上年選前簽了新聞自由約章 現在就走去告信報 說好多新聞自由呢 港大法學院院長說 根據英國案例 在民主社會裏面 政府公權人員必須受批評 限制批評等於政治審查 英國的案例1993年 涉及打被郡在一個地方的議會 告時代報章 建案去到英國的最高法院 是上議院法院的時候 上議院法院就說 很清楚 其實作為一個政府機關 無論你是中央政府 或者地區政府 一定要受到不受限制的監察 現在告信報的評論誹謗 無可避免會對言論自由 產生寒蟬效應 違反公眾利益 文協就擺街閘收集市民簽名 要求CY撤回律師信 不過閒姐就說沒所謂 還覺得這樣不會影響言論自由 在任的特首應該是歷史以來第一位 是向傳媒發這些信 因此我感覺到你們的反應比較大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實際面對現在的局面 可能有各個體驗不同的方法 KK反應似乎重大 我信報今次玩大了 還有傳媒不可以立亂抹黑人 人權監察就批評 如果今次告得成 會抵觸聯合國人權公約 因為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認為 所有公眾人物 包括國家元首和政府首奧 都應該受到合理批評和政治反對 五層家樂 未來會出席聯合國人權公聽會 他就說會將這次事件 再入民間報告 等國際社會都知道 香港回歸之後 將會好像新加坡政府一樣 濫告傳媒誹謗 令到香港報入獨裁執政模式 第四角 公字救出 日本人權公平 民族公中 字幕提供